你觉得俄罗斯的防弹衣能扛得住98k吗 迈克前天在山上放羊石 捡到了一件马甲 从外形不难发现 这是一件防弹衣 通过里面的标签 迈克惊奇地发现 这玩意居然是俄罗斯士兵标配 这时正值俄乌交战 迈克兴趣一下上来了 他想要看看 俄罗斯对士兵的重视程度 他把马甲套在一桶水上 问三叔借来了克拉克44 准备打手枪 瞄准后连拍三枪 马甲毫发无损 看来这玩意还真能防弹 接着他掏出了左轮手枪 对准又是一枪 迈克上前查看 子弹没能贯穿 但底部露出了一些碎血 有棉花也有陶瓷 迈克准备加大强度 去二大爷家悄悄借来了传家宝 黄金沙漠之音 不吹不黑 这把枪是真的帅 举枪对准 扣动扳机 这枪声简直不要太大 目标头都被打掉 水哗啦啦的往下流 不用看都知道 马甲被打穿了 测试进行到这一步 结果其实已经很明显 但迈克还想再玩玩 他把马甲靠在空心砖上 回家取来了老爹的鸟枪 抬起来就是一枪 空心砖被打了个坑 但子弹没能贯穿马甲 迈克疑惑了 这防弹一能挡住狙击枪 却败给了手枪 高科技啊